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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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小吃又來啦 這是小吃剛收到的一台07年的320i 小吃要跟大家一起來判斷 現在是原汁原味的狀態 什麼叫原汁原味 你的原味兩里就開了 不是那種 我們是優質的頻道 我所謂的原汁原味是沒有改裝 收進來到現在還沒有檢查 還沒有整理 這車實在是沒什麼好講 320i 沒到 銀色的車子看起來就不帥 整個都原廠的樣子 也沒有改裝 旅圈也原廠16吋的 一點都不嗨 噪音啊 重車都不浪 不是 我是說說著口沫橫飛 女生看到你說 唉唷 你是帶你爸爸的車出來喔 而且你爸爸屁股還沒有做很好 沒看靠你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一起來研究 這個車我們要怎麼樣 把它慢慢慢慢的翻新 來 來喔 來喔 人家啊 小陳好久沒有出現了 我們應觀眾要求 讓他再出現一下 要不然他都默默的在工作 默默的在檢查喔 今天我們請小陳來 檢查一下在 190有沒有什麼東西需要整理的 好不好 沒有才有鬼 一定有東西需要整理的 多還少而已 順便跟大家解析一下這個車 通常問題會發生在什麼地方 走 處理啦 好啦 我們來到它的下面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台 190的下面 小陳你先看到 我們來看它的底盤 基本上都更新過 它的下山耳架兩次都換新 兩邊 還有這個 那個叫什麼 還有方便利多板 也新的 兩邊都是新的 然後 這都新的耶 這底盤都整理過了 其實這個客人 他有跟我講 他說他只是先圓一下這個DMW的夢 然後他開個一兩年 圓夢完了 不是夢最了喔 哈哈哈哈 圓了夢之後 現在他 有另外的這個使用需求 他就把車換掉 好 我們 我們除了好的以外 有沒有壞的 首先我們會先看到這邊有一些油 有一些油滴下來的部分 那我們從下往上看 會看到 後面 氣門式蓋墊片 開始在滲油 後方的喔 對 我有噴到 這邊 他的前曲軸油風 開始在滲油 哇 這都一次要弄的東西喔 對在這邊 好 那我們再往上看啊 他那一根水管的快速接頭 已經氧化到 不能用的程度 我跟你講這是 這是 其實這是146跟190的 通病 他們那個快速接頭都用那種 像塑鋼爐 對 所以碩 有碩這個字 就不是鐵 鐵的其實也會生鏽 可是他就會 Cookie的時間 老化的時間就會比較快 所以很多 甚至他有些水管就脫落 然後你就抓溫度 就掉下來 我遇到很多146 190 190都會 欸 小陳這個是什麼 這有一點點油 這有什麼關係 機油壓力感知器 油 它旁邊已經在滲油了 其實這也是一個通病對不對 對這個也是通病 我記得這個B&W的車系不一定是三系列 這個機油壓力開關 壓力感知器 有沒有 學到了 壓力開關壓力感知器 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油底殼下面 對 那基本上是一個Olin 裡面 裡面 是換電圈就好了 換電圈就可以了 感知器如果是好的就不用換 基本上都是電圈漏油 這個會不會濕到最後感知器又壞了 它濕到最後到街頭裡面 感知器就會感應不良 對 就會造成 可能是感知器壞掉 但是其實感知器是好的 對啊 這個油如果導電的話 它就會誤判 嗯 有沒有可能修理廠拔下來 輕輕輕上去就好了 通常是會先這樣試 對不對 對 記得喔 我兩天幫你清清的 幫你收錢 說我幫你換一支 你就是雞腳的 好還有哪裡 再來我們可以看 它比較容易漏油的地方 後驅濁油風 基本上這一台很乾淨 很漂亮 我坦白講 以我看過的那個B&W來講 這台漏油算少 但還是油啦 畢竟車老了 但是我覺得這台 不是像我們想像中起來 濕露露的 對 之前那台335還比較濕 嗯 好再來 那再來往後看呢 就會看到漏油比較嚴重的地方 就是變速箱油底殼 變速箱油底殼 這一款油底殼啊 是塑鋼的 對啊 這不是鐵燈 那它跟濾網是做一起的 喔 所以要換濾網 所以更換的話就是 整個殼都換掉 整個油底殼換掉 這真的都打煤 你看各位觀眾朋友看一下 都是濕的 而且後面這邊都有在滴 喔都打煤 這裡都在滴了 剛好這裡都已經凝結了 來補一下小邊 後面的差速器也要檢查 那後面只要常會漏油的 就是前面的油封跟兩側的油封 那基本上這一台的狀況都很好 欸是乾的耶 對 那也要順便檢查一下它的防塵套 因為後面的防塵套比較容易老化 摸起來怎樣還有彈性嗎 摸起來都還有彈性 都非常好 其實在差速器齁 我也覺得 這樣看到 12年的BMW差這麼乾淨 這麼乾 對啊 還看得到白白的 沒錯 要不然基本上看起來都是黑的 基本上都是黑的 那再來就是比較重要的啊 就是油管 它的油管很容易 就是因為台灣 對台灣的環境 比較潮濕門的 它如果是停室外的 很容易就會從這邊開始龜裂 那這個看起來是很好 我本來想說 這台車頂起來應該下面 全部都有 很精彩 有很多東西可以拍給大家看 結果我發現頂起來嘛 還好而已 就是正常的 滲漏 啊 小陳你 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就是 你遇到 遭遇過的這個通病 大概有哪些 190通常都是水路的街頭 比較容易出問題 對這我也同意 再來就是引擎後方的油風 對 它比較容易 肉油 對 那其實 基本上它的年份來講的話 要看它的 要試一下 它吃雞油的程度會不會很嚴重 它怎麼是啊 因為這是BMW的 算是通病 我是覺得一定會吃啊 多跟少啊 對 它主要都是氣門油風那邊 因為時間久了溫度高 它硬化 所以間隙變大才會導致吃雞油 對 那基本上啊 其實如果以5000公里 吃一公升的話 那個算是比較少的 欸跟我一樣 有的是3000公里 或2000公里就會吃掉一公升 這個就是一個齁 有些人齁 開老車不管是 雙B或是進口車齁 你每5000公里保養還沒到 油燈就亮了 哇 那個就真的是 不能接受啦 對 但是如果說 你每5000公里 每次你換油的時候露下來 大概少一罐以內 我覺得其實坦白說齁 我們不能說合理啦 正常來講應該是說 是可以接受 可是說因為這個車已經12年了 然後加上它的殘值 那你要再去花8萬 還是5萬 去為了這個 稍微吃點雞油油風的問題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個是不划算 CP值不高 並不是說 吃一點雞油是正常的 吃雞油是一定不正常 那接下來我們把它放下來 看一下剛剛小陳說的 欸 你要輸贏啊 拿這支什麼 拿這支吐沒人過啊 撐桿壞掉喔 撐桿也是我們在整理 二手車的過程當中 蠻常換的東西 來看一下從上面 可以看出什麼東西 首先上面有沒有 B&W 其實它的通病啊 很糟糕的就是 Powerbump的油壺 Powerbump油 喔對啊 這裡有一點油氣啊 這都是通病 這個聽說是DF的油壺 嗯 欸 啊底下這個水管這邊真的有 齁 我看你看這 油管 這是油管 對這是油管 這油管真的是有一點油 啊這個通常要換掉 滲油要換什麼 換整個油壺 換油壺 它只能換油壺 漂亮啦 但是通常這個換油壺啊 可能也不會說成很久 換新的 原廠的一樣 喔 所以就是如果滲就讓它滲 不然就是一直換 對不然就是 除非它滲得很嚴重 有沒有看到 裂掉油 水晶 有水痕跑出來 這一個這一個 這裡 這一個管子 有沒有 喔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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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已經 完全脆化了 可能輕輕一碰它就會斷掉 對啊這媽隨時都有 凋加的問題 對 這邊 這個部分有沒有 你就可以很明顯看到油 已經在滴了 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加過有 對 車面 這個我覺得之前跟大家講 你要看車子有沒有漏油 你要看車子有沒有漏油啊 你要去看它引擎放的 往哪邊斜 往哪邊斜 有的往那邊斜 最低的地方 有的往前 有的往側 直至四缸啊 所以它是請這一邊 所以我們要看 就是要看這個最低點 欸之前這個街頭 我記得也很容易 很容易 但是這一台目前狀況是好的 這個也是快速街頭 對都是快速街頭 雙B車到這個年份 要怎麼樣很聰明的去 養或是去買 就是歷刃車主一定都花過一些錢 他花的多 你回來就花的少 前面的歷刃車主 花的如果少 累積到你手上 一回都給你啦 有沒有 哇 你就被人抓到天花瓣去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在買二 為什麼價差這麼大 同樣一款的 比如說假設以190來講 市面上可能從20萬到50萬 都有人在賣 那當中的差異在哪裡 就是我們現在在檢查的一些小東西 基本上引擎室這邊都差不多了 欸 看起來 我有預算改車囉 M3包 對 看一輪下來 我覺得我應該是可以 便宜一點預算來改車給大家看 那接下來 因為它有亮一個引擎燈 然後我們就連接引擎電腦 去診斷 看看說 有哪些電子的零件布品 需要更換的 像小獅以這台車為一個範本 我首先 先把底盤 肉油 雞件 然後去看 算看看 要花多少錢 然後我們再來看 欸 有沒有預算來做一點改裝 欸 蠻好玩的喔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去插幾個 好我們電腦插出來 有很多的故障嘛 那我本來很信聰聰的想要改車 我怕 我看這下子 有點擔心 沒有預算可以改車 只能把它還原而已 現在我們插出來幾個 我一個一個講 第一個是輔助的水棒 水棒的電路 電路的問題 因為這個水棒是電子 對不對 這個要怎麼處理 換掉 沒有這個要先查完線路之後 它有可能是別的東西去影響 這個線路造成它亮燈 誤判 對對對 所以再來還有一個是這個尿布 尿布就是右前 右前的尿布就是那個 我們俗稱的尿布叫做 座椅的重量感知器 就是它有感知到有人坐在那邊它才啟動 對 啊你沒有人坐在那個位子上 它就不會啟動 到時候 好我們再看 哇這哪邊換新呢 很麻煩 椅子要整個拆下來 好吧 我再考慮一下要怎麼處理 欸可是它這個如果尿布沒有 那個附架的做氣囊不會好 附架的氣囊 對 這種安全性的東西 你看看人家 我先去問多少錢再說 再來是這個煞車的信號燈 煞車信號燈 煞車信號燈會跟輔助水棒這個電路 因為它是走一個迴路 看我踩煞車看 水棒有嗎 它的線路不一樣 喔 線路不一樣 可是是同一個迴路 對 所以要一個一個去試 要去試完是哪一個影響哪一個 對 溫度油會感知性 這個就是剛剛我們看到下面的 啊 那一個 喔真的喔 所以要先把它清理乾淨 然後把漏油用好 然後再來試看看會不會再亮 好 啊觸媒跟涵氧 觸媒跟涵氧這個部分 就是要入式插電腦 看 在行駛間我們的 涵氧的 涵氧的 訊號 素質有沒有正常 對 如果它是正常的咧 它如果是平的沒有變化 基本上就是涵氧掛了 嗯 那如果有正常的素質在跳 有可能是因為烤耳 它點火不良去影響到 觸媒跟涵氧的護照燈 好意思 對 所以喔 有時候這種歐洲車 會修跟不會修就插在這裡 你如果 看到烏耳就開槍了 有沒有 所有插出來的東西 你看電腦顯示什麼 你就換什麼 我跟你講 你現在 花不完 你真的 整台你不如買新車 好 所以我們就變成說 要慢慢的逐向的去排除 逐向的去試 好 然後確診之後 再開刀 對不對 不然 跟人一樣 你如果去 他先說 膽不行就割了 有沒有 好像不是膽 好像是膽隔壁的一條腸子 又割 有沒有 你肚子你就專胸 也要花很多錢 油壓先開就不是電腦秀的 對對對 那個是一先開就知道 好 那 我的改車預算 慢慢正在消失當中 好 嗯 Zither Harp Open up your heart Cause we're never, never get together Open up your heart Try to see it's my way Try to embrace the grave Open up your heart Slowly as a cloud Without the warm-up Situations out Stirring up the force When it comes to warm-up I go on to pray Open up your heart Open up your heart Open up your heart Try to see it's my way Try to embrace the grave Open up your heart Open up your heart femininity And need to learn Why not? Start with me A net Don't get open A net bes Finall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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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